大家好,我是小周 今天工厂停电 然后我们出来找马蜂了 现在这里在修高速 路面很宽的 我同事他们在前面 现在去找马蜂 这个是我们买的猪肉 拿来诱惑马蜂的 本来是要买鱼肉的,但是没买到 就买这个猪肉来这里 诱惑马蜂算了 等一下就把它插到 这个有草的地方 然后等到马蜂过来吃 它在啃肉,看到吗 啃这块肉啊,你看大块大块的啃下来 等一下他就会把它抱着 拿走了,拿走了 拿走了,回到那边去了,你看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档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档 飞走了,飞走了 看到没有,带着卫生纸走了 飞到那边去了 飞到那里去了 刚才看到马蜂飞到这个 从里面来了,现在再过来找 我找到了,找到了 找到了,找到了,就在这里 这么一大坨马蜂 飞出飞进的,但是还不太大 等两个再过个个把叶过来 我们就把它搞走 现在找到第二窝了 这一窝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这么大一窝 比刚才那窝要大一点 今天的收获还是不错的 也是等着下个月一起来搞了 那个马蜂外面,你看手纹的 找到了两窝 就是天气太热了 衣服都湿透了 流了不少汗水 现在准备回去了 下个月有时间再过来把它搞回家 到那个时候的话就会很大 大一点嘛 然后那个小的那个 马蜂就要多一点 这样的话 吃起来比较爽啊 好了,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给我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